我們現在是不是有朋友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gi 我身邊是Tommy 我是Tommy 我是C醫生 Dr.C 我身邊有一位寵物移民的顧問大師 就是Dr.C 幫狗狗移民的時候 要幫他撿什麼? 要準備什麼? 如果寵物移民 可能說到最後幾天 就真的有些事情要安排 我今天帶有個飛機龍 這個龍就是極度地大 每次帶到獸醫 他們都會覺得你究竟養什麼? 養豬? 因為當時我塞了兩隻蠻龍 這個龍又有什麼特別? 或者是我們有沒有水量在裡面 或者尺寸又如何量? 可以介紹一下這個飛機龍 會見到飛機龍的話 會有一個操作 要確保一下 上機之前 如果有些人 航空公司 都可以操作動物 這個要很穩陣 對 要很穩陣 這個膠也很穩陣 這個膠也很穩陣 所以可能我們這個供應商 比這個飛機龍 就是符合上飛機的飛機龍 有一個標準 叫做IATA的標準 它要確保 其中一個要求 就是你的操作 要安排 試一下 試一下 沒有劑 沒有劑也很重 沒有劑也很重 因為這個膠真的很重 然後你的膠本身 要安排 然後你見到 在飛機龍的旁邊 有很多螺絲 嗯 在這裏有螺絲 有不同的螺絲 有不同的螺絲 也要確保 它是 要很穩陣 周圍的話 旁邊會有不同的孔 是幫助貓狗 上機後 在飛機龍那裏 可以呼吸 是 你見到 雙部的話 雙部的話 也很有講究 因為雙部的話 你要確保 你的貓狗 想進去之後 手腳 不會伸出來 哦 變成飛機龍的雙部 尺寸 都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像這個飛機龍的話 那個格子 就不會大 19x19mm 19x19mm 是的 如果的話 你的貓狗 就是這個要求 我們其實 這個龍 可以試一試 可以試一試 進去 還有一些 飛機龍裡面 還有一個水兜 是的 水兜 水兜的話 如果是貓狗 飛過去外國的話 那就一定要有水兜 食物的話 它就不需要有食物兜 因為如果它 吃東西的時候 萬一如果它 逐親那些人 你有沒有想說 逐親那些人 驚慌 可能會噎到 噎到 所以 在飛機那時候 是不吃東西的 不過你可以 將那一袋 糧 用一個 密實袋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能有錢 它自己開你吃 自己開薯片 還是放薯片 就讓它開 放完之後自己吃 對 怎麼吃 放在裡面 誰可以吃 放在飛機那裡 萬一如果真的有緊急 那時候 那群組可以給貓狗吃 你覺得在緊急 那群組還要管它嗎 就是緊急 是可能那隻貓狗有緊急 還有 有時候不是直航 有時候 那些貓狗可能會 先中轉 然後 再去目的地 是 好啊 你繼續說 中轉的時候 那包糧就有用了 那你可以 在中轉的時候 那些 crew 或者那些 那些獸醫 那些獸醫 就可以給你的貓狗吃 是 所以我們剛剛都回答到 用戶195的問題 因為它有問 長途機都不吃東西 很擔心小朋友餓了 所以剛才就有回答到 我們中轉的時候 都有機會為牠們吃東西 或者是一些 照顧牠 所有動物的crew 會照顧牠們 那也有一個問題 他說 街一般買到 都OK 我們在說龍 街一般買到 還是一定要找你們專業人士 才買到 街一般 會買到不同的龍 搞得我們好像賣龍 其實我們不是買龍 我們不是賣龍 街一般買到不同的龍 不過你的龍 是不是符合IATA的要求呢 剛剛說過IATA的要求 其實它是否印在龍 還是怎樣 它沒有 沒有 那它是哪個 它是有證書還是怎樣 主要IATA的要求 就像剛剛說 這些穩陣 這些有水 那些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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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窄口 那些有水兜 那些要求 那些要求 不過其中一個要求 還未講的 好像你的草物 要選什麼尺寸的飛機龍 這個也是一個IATA的要求 那究竟你要怎樣 確保你的貓狗 是找到一個適合的飛機龍 讓我先拿一些用具 帶了很多的工具來講解 給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都有我們的觀眾 都說怕買錯 所以大家都有 我們現在都會告訴大家 怎樣選擇 還有最重要是 如果大家之後都有這個疑問的話 都可以找Tommy去查詢 大概 大概 大概要量些什麼呢 是的 你要找一個適合的飛機龍 你首先要量量幾個位置 這樣你就首先要看一看 狗狗 由鼻尖 去到屁股 屁股 尾的根部 就不計條尾了 是的 不計條尾了 謝謝 那是 大概多少呢 等我一會兒 看看這隻縮小了的英國老褲豆 謝謝 Mini版 是的 因為它真的叫Mini Mini 是的 好像這隻Mini版 好,我們可以這樣量度 給大家看得清楚 這樣是不是 是的 這樣就可以看到 你是量度的話 就由鼻尖的位置 量度到尾的末端 鼻到尾的末端 不要後面的尾 不要後面的尾 可能現在大約是30cm 嗯 30cm 這個就是長 對 這個長 然後第二部分要量度的話 就是鼻 高 對 到手的長度 手的長度 你從哪裏量度 就由它觸摸地的位 量度到手肘的位 量度到手肘的位 哦 手肘的位 那它的話 它的腳比較短 是比較短 對 現在可能是7cm 剛才30cm 現在是7cm 現在是7cm 然後還有兩個位要量度 第三個位要量度的話 就是看看它的肩膀有多寬 肩膀 對 平時有多大隻 平時有沒有做健身 對 對 現在肩膀有多寬 肩膀有多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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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是15-16cm 15-16cm 16cm 你算了就行 16cm 你算了就行 對 最後一個位要量度的話 那邊呢 就是 還有哪裏呢 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很齊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整個高度 對 整個高度 那高度的話 你是由地下開始度 度到它的耳朵是隔開來的 你要計算它的耳朵隔開來的 對 如果不是的話 它入到龍的時候 即是刀拍紋就競尖了 對 你變了一個高度會高到 哦 要度高的耳朵 為什麼有一個高度要度 只度腳一個度高呢 等一下我解釋給你聽 好嗎 要埋關子 這個高度現在大約是 25cm 25cm 然後你是怎樣找一個適合的飛機龍呢 剛剛量度了四個位置 其實呢 剛剛量度了頭的兩位置 就是包括它的長度 然後它的腳的長度 這個長度是30cm 這個長度剛剛是7cm 已經量度了 然後呢 這個長度加一半的這個長度 哦 這麼尷尬嗎 對 就是34cm 那你的飛機龍的 裡面的長度 minimum 就要34cm 哦 原來是幫它計算多長的 為什麼呢 它其實是要這樣躺下的 對 你躺下的時候 它就會頂住手 對 你計算它的手 要伸展到這樣 就是進入飛機龍的長度 如果是Grayhine的手 那麼長 對 變成它的手可能比較長 對 它的龍就要很長 對 但是都可以買到的 是嗎 都可以買到的 很大尺寸 都可以買到的 要等的 可能 不然 看看你是能上到什麼機 如果你的龍的尺寸是太大的 如果你想去英國的話 現在很多人會選擇的 這個高的審美圖 要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剛才說了多長 對 如果找飛機龍的長度 是多少 然後寬 寬 寬的話 就是剛剛多了它的寬度 因為它進入飛機龍 其實你這樣寬度 它就完全動不了 寬度 其實要它兩倍的寬度 兩倍的寬度 它就可以躺下 它可以轉身 可以轉身 可以轉身 還有這麼多要求 可以轉身 我自己坐人的位置 我轉不到身 它還可以轉身 可以轉身 它是行業 它是第一層 所以就是IAT的要求 沒錯 對寬度真的很高 然後就剛剛代了一個高度 對 就是寬度的 就是它的高度 就是要進入飛機龍 最低的限制 其實它是不是能進入呢 它現在其實是我相信能進入 對 因為這個龍我記得 Tommy是說 入兔子 對 打算入兔子 讓你塞它進去 對 因為現在已經放了水 進去 所以現在就進去 好像有點貴 不過平時我們會先拿出來 然後進去 然後再放水 然後再放進去 看看這隻小狗進去 之後 它轉身 應該可以 它這麼小 對 現在它是正常的站在那裡 如果真的 我要找一個合適的飛機龍 好笑 它上鏡 超好笑 兩隻腳可以躺在那裡 其實現在這個龍 對它來說是超大 不是 第一層 但其實大了會貴一點 是的 我們用完龍了嗎 用龍了 暫時用完了 暫時用完了 好 我們可以慢慢坐下來 繼續聊 我們的行程 是的 其實是否大一點會貴一點 還是 這個龍大了的話 其實是非常OK的 對它來說是第一層 不過機票的價錢 是相應第一層 對 主要是相應第一層 都算大小 剛才一邊說 原來有些小朋友都有些問題 其實看它們的問題就知道它們很愛惜動物 譬如有Annie問大小便是否都在龍裡 長途機 長途機 好像去英國那樣 即使是直行的話可能十幾個小時 包括你預先去Check-in 然後到舖的話可能要清關 時間都頗長 那你怎樣處理大小便呢 那我們通常會建議的話就是出發前 那你可能六至八個小時就停止吃東西了 那你真的去再入飛機龍之前呢 那你先去 如果是狗狗的話 先去走 對 那就確定它的小肚子都已經清光了 這樣才上飛機龍 那在飛機龍那裡 你都可以安排一些好像尿箭 對 對 或者一些叫做Vet bed的東西 那是可能用來吸濕的 對 讓它儘量保存乾爽 對 明白 那麼這個中途轉機的時候 有沒有人會換過一些衛生用品 對 那麼如果是狗狗的話 那它就中途的話 那它就一定會放出來 那麼就會 是的 可以去廁所 然後如果有需要吃東西 可能中转时间比较长,去吃饭、饭水 这个是有工作人员去做,还是我们自己重煮可以做? 中转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执行者,或者有兽医 但是如果我预先跟他说,我的狗狗对陌生人是生日陌近的 如果我提了他,他中转的时候又会怎么办? 如果我们用货机,有几间货机,对于草物有特定的standard 他也有兽医,有特定的执行者 其实他都会执行草物 就好像比人家搭秘机,很多照顾他们 不同行动的,他们都执行过 如果有些客户有点担心的话 他可能会在那里的量子,内有屋犬 或者再多写一些导致 那也好,这些东西很人性的 都不仅当是一件货子寄出去 是的 还有还有其他人问,Ady又问 那需要不要上飞机之前吃一些安眠药 去镇定他? 其实不是太建议的 因为如果你吃安眠药的话 你上飞机的话,就没有人看着草物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其中一个比较担心的话 就是他有什么情况 可能当是咬到自己的舌头 可能捉到自己的舌头 然后没有人接触的话 那就会出现危险 被踢了 是的 所以可能你的担心是 他会不会去到飞机龙 或者在机器上很不适应 那我们主要是建议客人 就先先买飞机龙 让他尽快适应飞机龙 是的 那飞机龙对他来说 就不是一个陌生的新的玩意 他去到飞机的话都比较安全 其实在飞机上面的话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那他就和那些货 你肯定 对 比我们更安静 因为我们可能隔壁还有一些孩子在哭 是的 没错 隔壁在旁边收拾东西 是的 那他和那些货物也是分开的 那那些龙的话 也会用一些像飞机带固定 在那个 那个仓里面也有空气的调节 温度的调节和气压调节 刚刚都立刻想问 他坐卡古会不会很冷 或者气压不对 他会不会有事 已经可以解答了 也有调节 也要看你不同的草物 有不同的要求 可以调节相应的温度 是的 那用户232说 带着乙子去试 但是带着乙子去试 他喜欢的龙 又未必適合 刚才Tommy说的尺寸 所以都是建议大家 真的要跟随我们的计划的建议 即换回相应的尺寸 然后有些说 看到那个龙已经超镜了 所以要尽快带他超镜的龙回家 给他熟悉 可能放一些他喜欢的 有他的味道进去 放一些他喜欢的零食 让他不要见到那个龙就害怕 其实他见到那个龙就害怕 就是之前他曾经对那个龙有不好的经验 可能是他一入龙就要去看医生 或者去做些他不想做的事 所以让他尽快去到没有这个阴影 也可以 还有飞机龙的话 可能你第一次想去直接去飞机龙 可能会有些困难 可以怎样做呢 其实飞机龙可以拆 你可能先给它底部 然后你给一些玩具 好似的 欺骗他 每天都是想怎么骗他们 对 给一些东西吃 让他习惯了底部 然后你先加个顶 最后再加个杂 完成了整件事 那就习惯了他进去 是的 有人问 Annie问 瘦衣会不会更多 瘦衣的意思是否Crew那边的瘦衣 可能因为刚才有说过 有些专业人士都会在 是的 是的 售衣的主要都是航空公司的售衣 他在中转那边都会有售衣 大家留意Tommy 就不是跟机那边 应该会送到他去机场 可能确保他所有东西 文件那些都是搞得好东西 就送他上机 是的 特别像如果是用货机这样的形式 去英国这样 程序是相对复杂的 要在货运集中注入 也有刚刚提过 和朱姨提过 可能有些提货单 要你的猫狗 也都要量个飞机龙的长阔高 磅个重 然后有不同的程序 其实现在也有听过 有一些小型的猫狗 是可以跟着主人 直接在主人的位置 是否放在脚下面的位置 塞住就可以了 这个又是怎样做 其实对于主人来说 是黏着自己的重物 搭回整个程序 是最安心的 他有什么事我都看到 这个又怎样安排 和有什么重不得呢 是的 这个形式就是 上下仓 和客人一起上下仓 in cabin 都真的好看下 你去哪个地方 如果你的目的是英国的话 你怎样可以做到这个in cabin 现在的方法就是先飞到欧洲 嗯 很多人听说去荷兰 是的 荷兰 为什么荷兰呢 因为荷兰的话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再过英国 包括可能你想坐 这个pat taxi 可以安排在机场导致 或者如果荷兰的话 也可以坐船过去英国 很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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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就不用 刚刚有人问他 他是不是申请passport 还是有一些什么文件 就是他可以在欧洲这些国家通行无助 是是是 passport来说的话 主要是适用欧洲那边 欧洲就有passport 真的吗 是欧洲自己申请 还是我们可以在香港帮他申请 在香港帮他申请 就是要去到欧洲才申请 没有 就是当你本身是欧洲的居民 这件事很有型 不知道有没有他的照片 有的 真的有吗 不是你可以 是搞笑的 身份证 是 是 如果香港去欧洲或者去英国的话 主要你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就是要出这个卫生证书 如果你是想经欧洲入英国的话 你先要准备一套去欧洲的卫生证书 然后再准备一套去英国的卫生证书 那去英国那个是变成要申请 由欧洲去英国 还是由香港去英国的卫生证书 非常好 你的问题非常好 现在的卫生证书 都是从香港出售的 一切是香港去欧洲 一切是香港去英国 是的 变成了欧洲是一个中转的地方 然后中转的 意思就是他不负责任 不要当我这个病还是有什么事 他们都有查询的 不过是一个类似中转的 也确保我们的宠物是健康的 送到我们的第二头家 刚才如果你说去欧洲 即是不用隔离 因为你说立刻就可以带他走 但是我知道好像有些 都常去的地方 譬如是台湾 澳洲 这些其实要隔离 那又怎样处理 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是 如果去英国的话 其实这个程序 算是相对简单的 如果你的草物想去澳洲 是他主人想去 我不觉得那种草物想去 主人想去 主人想带草物去 是 ok ok sorry 主人想带草物去 如果目的地是澳洲 台湾 纽西兰的话 第一会有隔离 去到当地要隔离 还有一些程序是比较多了 特别是要做狂犬病的滴脑测试 是的 那就是变成了 你要先打了一个狂犬病的针 然后商界一段时间之后 再做那个敌度测试 那那个敌度测试 是确保你有个狂犬病的抗体 跟着的话 其实做完这个抗体 就算是通过了之后 你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要你再在香港逗留 180天之后 才去出发 在香港? 在香港打完 其实是不是一只 平时续久牌的针 是的 就是那只续久牌的针 是 然后打完之后 就要再测试你有没有抗体 那你隔多久才可以测试 大约是一个月 一个月 那你从一个月开始计180 即是六个月 还是由打针开始 已经可以计1个月 计算的时间 就是由秋决去验抗体那天 如果你通过的话 即是要早半年准备 不要太急 大家 如果要带动物去的话 要早超过 我想七八个月 其实七八个月 七八个月的时间去准备 这个就是澳洲还是 澳洲啊 纽西兰啊 这些是出名的 很麻烦的地方 台湾啊 台湾也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我听过台湾的隔离是有得探 好像说一个星期探一次 可以探一次 应该可以探一次 但是澳洲好像没得探 澳洲没得探 那要隔离多久呢 澳洲的话就最少10天 哦 大家都要预留时间 还有如果有什么 药物那些 我想都要写清楚 到时要隔离的时候 他们要特别医疗那些 是的 药物的话 如果是草物过去外地的话 其中一个需要符合的要求 就是fit for travel 也适合飞行去目的地 那你说如果你的草物 本身有长期病患的话 那当你在澳洲的话 最麻烦是澳洲 当局都会建议你 你可能再确保你的草物 是否真的适合飞过去啊 那你说它是否真的会帮你 喂药的话 那可能要case by case 或者你跟它夹过 或者它可能要求一些 私人的执业的手衣去帮 哦 原来还会这样 你可能要再夹夹 是啊 因为我们可能养到一些 动物年纪比较大些 都想带牠去移民的时候 这些都要留意清楚 真的要问清楚 不要到时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那说鸣母呢? 那鸣母又怎样呢? 鸣母? OK 好 鸣母呢 其实最近都有帮两只爱情鳥 过去英国这样 那可能这个问题 可能我当是去英国这样 那如果去英国的话 那主要那个入口要求呢 就是要确保你的鸣母是没有禽流感的 嗯 那如果你的鸣母不是瓶泥品种的话 就相认简单 如果不是瓶泥品种的话 需要的程序的话 就是首先申请了一个进口证 首先你找了Tommy 我觉得这件事是 但我已经听到皱眉痘了 首先你应该找他 是啊 其实很复杂 不过你中间又要有居家隔离 接着又要禽流感检测 接着又要出卫生证书 那因为他在居家隔离的途中 要做这些程序 亦都要受医做 那变成真的要受医上门才能做到 受医上门 即是Tommy上尾门 好 但是那只鸣是吗? 鸣也有分频临着种 我记得 哦 鸣的话是吗? 那可能 我自己也有几种 是 那看看你是什么品种的鸣 比如巴西龟 巴西龟 巴西龟有很多地方去不到 是的 你知道 因为巴西龟是攻击成品种 是的 如果去英国或欧洲 它就当一个 invasive species 暂时去不到 如果你是其他品种的话 那要查一下是否是瓶泥品种 如果是瓶泥品种的话 首先都要申请 如果是香港的话 就如护处申请出口的瓶泥证明 如果是英国的话 也要申请瓶泥的入口证明 是的 这些其实是否自己会申请很困难 自己申请 程序多 时间会 是不是英文 英文 不记得英文 因为你要出国 一定是要国际 是的 明白 然后如果大家刚才有很多问题 围绕着不同的动物品种 就可以找我们的专家Tommy 去回答 也想提提大家 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问了很多问题 关于移民 我想大家其实很多人都可能在计划 或者身边有朋友在计划移民 但其实带上宠物去 都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 刚才我们听过的说 好像要搞很多东西 但是这么多东西 Tommy都搞定了 就证明 其实我们都可以带上我们的动物 他们陪伴了我们一生 我们都应该带上他们去移民 千万不要因为移民这个藉口 去放弃它 或者去遗弃它 这个就是我想我们都最想做的事 今天很多谢大家 看了我们的直播 记得要爱大家的动物 我知道大家都很爱你的动物 才会今天花时间来看我们的直播 多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